第一章我们介绍的直线运动 我们讲这个运动 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运动 但是你能不能把运动的定义 把它讲清楚 我们现在要讲直线运动 这个运动到底是什么 指的是什么 以后你们会遇到很多 这种物理的名词 你一定要把它的定义都弄清楚 不可以这个 妈妈乎乎的学 定义都弄得很清楚 就是说你能够用最简洁的话 把这个定义说出来 用你自己的话说 不是用背的 什么叫运动呢 我们现在 就举例来说 我们先看什么叫做静止 静止就是 这个东西不动 我们是讲一个物体 它的状态 它有静止状态 也有所谓的运动状态 什么叫做静止状态呢 比如说你看到你门口 你家门口假如说有种一棵树 或者是一根电线杆 那你每一天 每一个时刻去看这棵树 跟看这个电线杆的时候 它都在同一个位置 对不对 它的位置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这个叫做这个物体 处于静止状态 所以位置就是说 物体的位置 不随时间改变的时候 我们称这个物体 是在静止状态 什么叫运动呢 那就是比如说 你站在门口看这个 马路上看这个汽车 在路上跑的车 它的位置是不是 是不是每一秒都在改变呢 行人的位置也在改变呢 好 那么这个车子跟行人 它的运动状态 我们就称为叫 称为运动状态 那就是说这个物体 它的位置会随时间改变的 我们就称它叫做 运动状态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刚运动 就是指位置随时间改变 那这个状态 好 那么运动呢 我们首先就是看直线运动 什么叫直线运动呢 就是这个物体运动的时候 它的轨迹始终在同一条直线上面 直线运动又称为叫做 一维运动 one dimensional motion 运动的范围局限于直线上面 就在一条直线上运动 那么我们就称它叫做直线运动 好 再来 现在我们就 现在要谈这个 观察这个物体的运动呢 你说它的位置改变 或者位置不变 它位置在哪里 我问你 你看到那个电线杆 它位置在哪里 你说在我家门口啊 右边啊 你总要讲一个木 讲一个地方 让人家都知道了嘛 对不对 以那个作为参考 你才知道 你说你这个门口在哪里 电线杆在什么位置 你就知道 那我们就 要知道位置的话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坐标轴 坐标轴 好 这个坐标轴呢 像这个 水平的轴 我们一般称它叫做x轴 一条水平的 那么这个轴上面有一个点 我们称它叫做 圆点 圆点就是做参考用的 比如说我有一个物体啊 在圆点的右方 三公尺的地方 那你就知道是在这里 对不对 或者是说 它在圆点的左方 三公尺的地方 就是指的这一点 所以这个圆点 所以这个圆点是做参考用的 那么这个物体是圆着这个轴的运动 还有一种就是说 垂直运动的时候啊 轴就是画向上 比如说我们自由落体的运动 那也是我们有一个圆点 作为参考 然后这个每一个特度啊 它的单位就是用米做公尺作为单位 我们要有个坐标轴 直线运动的坐标 就只有坐标轴而已 那么有了坐标轴以后呢 你知道它这个 比如说我刚刚说过 一个物体在圆点的右方三公尺 或者左方三公尺 那这就有方向性啊 对不对 有方向 好 那么这个方向呢 我们现在就是一维运动 一维运动的方向啊 我们就用正负号来表示 比如说 我说这个物体在圆点的右方三公尺 那就是它的位置 你就可以写成正三公尺 正三公尺 正就表示是圆点的 右方就是朝X轴的 就是右方就是X轴的正方向 那么这个是左方呢 就是负的用负号表示 所以正负号就是用这方向 一维运动的方向就用正负号来表示 如果是垂直轴呢 它的正方向是向上 负方向呢 是向下 这个要记住啊 我们很多物理观念呢 就是像这样的规定 我们一次把所有规定都告诉你 你一定记不住 所有物理的概念多得不得了 但是都是靠我们一点一滴的 慢慢的累积起来 所以你现在就要累积这个概念 你不要这个漫不经心 觉得这个不重要 偶尔这个 跳课 这个没听到 觉得没关系 你少了一环 你概念就不清楚 好 我们现在再看 他不是在运动吗 运动就是说 他的位置随时间改变 你看汽车也在运动 人也在运动 他的位置都随时间改变 哪一个跑得比较快 哪一个跑得比较慢 哪一个 同一个时间 哪一个走的 位置改变得比较大 哪一个位置改变得比较小 那我们这里就有另外一个物理量 我们称他叫做位移 叫做deplacement 位移 位移就是指 两个时刻 t1 它在x1 我们讲 这是我们的坐标系 坐标轴 比如说有一个物体 在t1这一个时刻 它在x1的位置 t2这个时刻呢 它的位置在x2 那么在t1跟t2之间呢 到底他是怎么移动的呢 那我们不管 他可能从这里走过来 t1一直走 他t2就到这里 或者是说 他走到这里又回头 再走过来又回头 向前走三步 退后两步 最后到了t2的时候在这里 那么它的位移呢 仍然全部都是从t2所在的位置 x2减掉x1 就是这一段叫做delta x 那这个就是t1它在这里了 t2呢 它是朝负方向运动 然后t2到x2在这里 好 就是说在t1与t2两个时刻之间 指点的位置改变 位置的改变 称为指点的位移 位置的改变 我们现在用数学的语言 这个delta就是改变的意思 x是位置 所以这个就是位置的改变 这是数学的语言 delta x 它就是位置的改变 位置的改变 就是等于t2时刻的位置 减掉t1时刻的位置 这就是位移 那它当中 t1跟t2当中 它怎么走 我们都不管 我只知道你t1在这里 然后t2就到这里 那么它的delta x就是x2 就是x1 t1你在这个位置 t2的时刻在这个位置 当中不管你怎么走 这两个时刻当中的 位置改变就是delta x 这叫做 这叫做位移 位移的方向 始终是从x1指向x2 就是t2的起初这个时刻的位置 指向后来这个时刻的位置 像这个 如果x2比x1大 像这个 x2比x1要大 那这个x2解x1就是正 对不对 那delta x呢 就是正值 正值就表示它的位置 是朝x的正方向移动 像这个 x2比x1要小 因为这一段长是x2 这一段长是x1 那x2减掉x1 那就是负的 负值 所以负delta x 就表示这个物体的位移 是朝x轴的负方向 记住啊 这个方向跟这个位移的定义 记住 像这个是数学式子 这个是用画来讲的 那你现在要把这个画来讲的 这个概念啊 你要把这个完全了解以后 这一句话 能够用你自己的话把它讲出来 不要去背啊 这T1与T2二十个之间 指点的位置改变 称为指点的位移 你要 要很准确啊 要很精确才可以啊 要非常非常的精确 你不可以这个 妈妈呼呼啊 问你是位移是什么 你知道 可是讲不出来 讲得人家听了半天听不懂 那不行 你一定要很精确的知道 好 有了位移以后呢 我们刚刚说 有的物体 它运动的快 有的物体运动的慢 那这个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呢 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个 一个名词 物理名词叫做平均速度 Average Velocity 或者另外有一个叫做Average Speed 平均速度 平均速率 好 什么叫做平均速度呢 那我们看这个 意思就是说 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T1的时刻 T1的时刻 它在X1 T2的时刻 在X2 那么X2解X1 就是它位置的改变 T2减T1 就是时间的改变 那就是单位时间 每单位时间 位置的改变 就叫做平均速度 就是说我一秒钟 单位时间就是一秒了 我一秒钟 我的位置是多大 一秒钟位置越大的 当然它的速度就越大 这叫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呢 就是T1跟T2这个之间 它就是用这个X2解X1 被T2解T1来除 但是呢 它在T1跟T2 这两个时刻之间呢 其实它会有快有慢 有快有慢 但是我们是平均来讲 我们不管你这个 比如说你第一秒 跟第十秒之间的平均速度 那你也许在第二秒跟第三秒之间速度快一点 平均速度快一点 第四秒跟第五秒又慢一点 但是我们是第一秒到第十秒的平均速度 所以平均速度的大小啊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平均的速度 是在哪两个时刻当中的平均速度 比如说一个物体 等加速运动物体 它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那么它第一秒跟第十秒之间的平均速度 跟第十秒到二十秒之间的平均速度 哪一个快啊 是不是后面的比较快 对不对 后面的平均速度比较大 对不对 所以要看看 你一定要注意 平均值的话 要注意 它是哪两段 十颗之间的平均值 好 那么我们一维运动图 我们刚刚前面都画了 那现在我们就是看这个图 就是位置跟时间的这个图形 比如说体微秒的时候 这个物体的位置在 X1 好 那我们就 这个焦点 就是P1点 T2时刻呢 它其实是从 X1到X2了 到X2 那它在P2点 那这个图形呢 说这一条曲线 XT 就是这个值点 它的位置跟时间的关系 位置跟时间的关系 因为你看这个 一维的空间 一维的图啊 它只是前进又退后 前进又退后 或者是越跑越快 都在一条直线上面 你看不出 看不准 这个就是 它的位置跟时间的关系 那根据我们这个平均速度的定义呢 它是X2解X1 就是T2点 这个高度叫做X X1 叫Delta X 然后这个呢 T2减T1 叫做Delta T 那么我们现在就 就说 这一条斜率啊 这个斜率 就这条线 Delta X over Delta T 就是斜率啊 就是斜率 对不对 那么这个斜率呢 就是这条旋的斜率 就是代表平均速度 就是代表平均速度 好 那么我们看 什么叫做平均速度呢 平均速度就是说 它 比如说我们 刚刚讲 T1它在X1 T2在X2 它在当中的时候 它会前进又后退 前进又后退 前进又后退 其实它真正走的这个 这个路径长啊 比X2接X1要大 比这个要大 实际上走的路径长 然后被这个Delta T来除 这个叫做速率 叫做速率 OK 好 单位都是meter per second 那么这个平均速率啊 就是两个时刻当中 它平均的 位置的改变 那现在我们看 什么叫顺时速度呢 顺时速度就是说 一部车子在跑的时候 你看它一眼 你觉得它的速度是多大 那个就是它的 顺时速度 顺时速度 比如说 我们平均速度是 Delta X被Delta T来除 是这条旋的斜率 但是 所谓的 顺时速度呢 就是看这个物体的顺时 那就是T2 无限的接近于T1的时候 当它的时间呢 无限接近于T1的时候 无限接近 就是说 我看这个车子 走10秒钟 它总共 走了多远 它的位移是多少 位移是多少 然后这个 比值就叫做 平均速度 好 我现在把这个 时间缩短 我第一秒到第五秒之间的平均速度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 这个T2就越来越接近这个了 T2接近这个 X1就在这里了 对不对 X1在这里 好 我把时间再缩短的话呢 那X2就缩短到这里了 好 我T2无限的接近于T1 那么T2就无限的接近于X1 这个时候啊 这一条旋啊 当这两点无限的接近的时候呢 就是说这个越来越短 这个也越来越短 那这一条旋就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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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了这一条 就接近于它的切线 切线 那因此啊 我们说 我们说顺时速度 就是切线的 这就在 比如说我们讲X1这一点的 顺时速度 就是这条曲线 在P1这一点 它的切线的斜率 切线的斜率 OK 好 现在我们用话语 是这么讲 无限的接近 那么在数学的语言 就是这么讲 Delta X over Delta T 这个原来是什么 平均速度 当Delta T approaches zero take limit 就是表示啊 Delta T无限的接近于零 这一段 长度无限的接近于零 当然 这个无限接近于零的话 Delta X也无限接近于零 其实这里可以加一个 Delta X也无限的接近于零 但是我们这样写太麻烦了 我们就写一个就好了 Limit Delta T approaches zero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概念你们一定要清楚啊 无限的接近 比如说 X2无限的接近于X1 这是 就是X Delta X approaches zero 但是 它就不是零啊 它是无限的接近于零 但是它绝对不是零 它就不是零 但事实上 你已经分不出来了 比如说 我X2跟X1是这么长 这个算不算Data X啊 X2减Data X1啊 算不算Data X啊 算不算Limit Delta X approaches zero啊 算不算 不算 太大了 如果我把这个分成一万分之 一万分 那么它只是一万分之一 那么它只是一万分之一 X2到X1是这个长度的一万分之一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算不算Data X approaches zero啊 算不算 我眼睛都分不出来了 应该算了吧 还是不算 它比这个还是大得多了 比Delta X approaches zero还大得很多 如果我把它分成一百万分之一 如果我把它分成一百万分的话 它是这个X2 Limit delta x approaches zero 就是说两点的距离小得不得了 我们国语就是说小得不得了 什么叫做这个距离小得不得了啊 你能不能用一句话讲出来啊 就是说不论你说它有多小 反正它比你说的就更小 这就是delta x approaches zero 这个概念很重要啊 所以事实上这个就是一个点啊 对不对 几乎就是一个点对不对 我们肉眼看出来就是一个点 但是它数学的意思并不是一个点 但我们看起来就是一个点 我们现在先推广 假如我们有一个面积数 这个就是element delta有时候称为这个 无限小的话叫做element 有一个小面积叫做delta a 如果delta a approaches zero Limit delta a approaches zero 就是这个面积啊 小小小的不得了 几乎去零 但它又不是零 那就是你说它有多小 反正它比你说的就是更小 这个时候这个面积像什么东西啊 像一个点对不对 是不是像一个点啊 还看不出来 还看不看得出来 它有一个面啊 眼睛看不出来了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如果一个delta v 体积的话 如果体积 也是无限小 是小的不得了 delta a limit delta v approaches zero 那我们就说这个delta v啊 这个v啊 这个delta v啊 就小的不得了 那这个时候这个 这个体积 就趋近于一个什么东西啊 也是一个点 对不对 也差不多一个点了 因为你看不出来了 你看不出来这个体积 这个角落跟那个角落 你分不出来了 这个这个概念 因为关系到以后 我们很多很多物理概念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跟各位交代一下 好 顺时速度的定义 顺时速度 我们又称它叫做速度 就是指点位置的时间变化率 当我们把这个 这个符号 把它改变成这个符号 但是delta x over delta t 是平均速度 那我们take a limit以后呢 就写成dx over dt dx over dt 就是代表这个 那dx over dt呢 那各位也学过一点微积分 就是x跟t的这条曲线 就是x跟t的这条曲线上面 任意一点的斜率 叫做dx over dt 这是代表 这是代表 如果这个x在脾温这一点的话 就是这一点的斜率 那这个dx over dt 我们就称它叫做 位置的时间变化率 位置的时间变化率 dx over dt dx over dt 那这个比值就叫做 顺时速率 这个时候的 在这个 limit delta t approaches zero之下 delta x over delta t 跟delta s over delta t 就是路径长 被delta t来除 这个大小是一样的 大小 你再也看不出来 它往前走一步 往前走三步 往后退两步 你看不出来了 因为它时间 那么短 距离是那么小 不可能让你跨三步 然后退后两步 所以顺时速率 我们又称为速率 其实速率呢 就是顺时速度的大小 就是顺时速度的大小 顺时速度是跟 位跟方向有关 速率是跟方向没有关系的 它只是路径的长短而已 那这个s就是 平均速率 limit delta t approaches zero 速率呢 就等于顺时速度的大小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 什么叫顺时速度了 顺时速度就叫做速度 那这是关系到一个物体 跑得快 移动的快 或者是移动的慢 好 再来我们看 有的物体啊 它越来越快 有的物体移动的越来越慢 你的物体呢 移动的速率啊 都保持一个定值 所以这个都不一样 然后我们就有 所谓的加速的关系 加速度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例题好了 某一个指点 在x轴上移动的位置 跟时间的关系 是这个函数 xt等于这个函数 始终x是以公尺为单位 t是以秒为单位 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物体 指点 第一秒跟第五秒间的 平均速度是多少 第五秒的顺时速度是多少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要解的是 平均速度 跟顺时速度 那你就记 就想一下 我平均速度的定义是什么 delta x over delta t 对不对 那你就把这两个先求出来 平均速度 我们用这个定义 这个定义先出来 delta x 就是这个时刻 时间是第五秒的时候 你把这个t用5带进去 算出来 跟这个减掉t用1秒的时候带进去 这两个减一减 那这个delta t就是5秒减1秒了 你把这个算出来 这个算出来是14.9米 然后减一减的话呢 除一除就是负的3.4个meter per second 那我问你 那我问你平均速度大小是什么 平均速度大小跟方向是什么 大小是什么 大小是这个3.4 对不对 负号表示什么意思 它往哪里走啊 往x轴的负方向走 对不对 你这个负号要有意义 你要想到它的物理意义 负号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方向 这个时候大小 速度的大小是3.4公尺 每秒3.4公尺 方向是朝x的负方向 所以最后你要把这个 它的物理意义就是这个 好 再来我们看 顺时速度 顺时速度我们用的是这个定义 你就把dx对 把x对t做微分 会不会微分啊 微分怎么微啊 常数微分就是零 这个微分呢 就是9.2 t就没有9.2 然后这个呢 就是2要乘4.1 然后还有个t t还在 那就是4.2t 这就是一般的式子 它的速度 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第五秒的顺时速度呢 你就把这个时间用5带进去 就是这个 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速度的大小是11.8 每秒公尺 方向是朝x的负方向 x轴的负方向 这个物理意义 一定要要考虑到